兄弟们先回到传统的莫安西游给咱们的关照万象打本虚迷吧 9技能关照万象 15万 不掉轮子 掉啥这只虚迷也能卖上30多万 成本的话差不多是24万左右吧成本的话大概24万 成品的话直接变成30多万 血赚个五六个W 只要不掉大法不掉关照万象9个技能 法报高敏 进击法报法联你给我随便掉 法资有点低但是数字吃完一销真的很高啊法资没到2000的数字的话吃完以后能看能达到1450加啊也算是一个 超高速主技能递听了啊硬件 在的成品的话能卖上30多万一本虚迷进去 321给我 干 敏捷法联 法报 好恭喜老板啊恭喜老板 摊牌了不装了掉法报了 高敏 然后是大雷 然后是地狱烈火 4个轮子 还缺一个大火 然后虚迷禁机法报 关照万象 法联 OK 这样的话这个宝宝现在已经有经济法报经济法报第20回合进入山洞的时候 他第2回合是16的暴击距离比高级法报还要好 然后可以换成一个高级模型套啊 高级模型套 因为毕竟有已经有经济法报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再出格外的法报了 而且低级法术暴击呢 高级法术暴击他没有特效 这个经济法报除了有特效啊 这几个技能里掉的最好的 应该就是法报和经济法报啊 这看你怎么想 这个 第1回合呢 第2回合出手呢是比法报的几率要高 法报是稳定15% 这个第2回合16% 还是强啊 还是强 恭喜老板啊 又出 超级低听啊 恭喜恭喜